我们刚刚是选固定 选这个范围 可是问题是如果将来又有一个五班的话 那我变成我还要再选一次 再修改 所以最好是整篮吧 OK 所以你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如果说将来 这个下拉清单 我把名称 我看名称管理里面有一个班级 然后我这边一定要先建一个范围给他 那建立的方法就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OK 其实如果他有重复 他问你是要覆盖 你就覆盖过去好了 那但是会有个缺点 就是把它盖过去 取代 就是底下这个范围会有空白 那不过空白的话 他理论上应该是要能够避开 也就是里面不会帮你放空白 我点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点下去 那这个时候的话 当然了 你会一二三四 可是底下你会发现 这底下还有什么 你会想这底下好像他会多给你几个空白 对不对 不过其实理论上应该是不应该出现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特别注意 这个有个概念 就是说Excel里面 他有 就是说如果你只要里面 曾经有放过任何东西在里面 他就把这个儲存歌当成是使用过的 如果你有使用过的话 那这边就会出现了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说你将来不希望他出现这些东西的话 有个方法 就你干脆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全新的记得完全不要使用过 因为只要你使用过 他就会增加空白出现 那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干脆你讲把这些 直接把它剪下 Ctrl X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工作表里面 再重新建一个什么 从选举范围建立顶端列 把它盖过去 因为他可能换了不同工作表 好像会问 重新再来 删掉重来 从选举范围顶端列下一下 这个时候他的范围 就会是这边 一直到底下 底下有很多空白 那这个做法跟刚刚的做法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些是 这个工作表是全新的 没有用过的 如果没有用过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完全没用过的话 下拉清单 你会发现 他就不会出现空白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小如希望 能够做类似效果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因为以后 如果你要五班的话 你就直接把五班打在这里 第五班 五班 或六班 好 一直对推 那打了一个之后的话 前面这边 你根本不需要这个做人维护 你就点一下 五班出现了 有没有空白 没有空白 一直往下打就对了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可以建好几个 类似像这种东西 然后把人家用选的 选完之后 自动把资料带过来 这样不是很方便的吗 那以后人家输入资料也方便 你维护也方便 大家都方便 效率也提高了 这也或许是一招 OK 所以请各位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我把重点跟各位讲 第一个 TV3就是在资料里面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把它用一个名称 我比较简 名称的话记得 来源找一个不要用过的 或甚至你干脆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放这些资料 就不会有那些空白的东西了 OK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地方 因为很多人 请问怎么多一些空白的 原因是因为那个范围的 有些地方你曾经使用过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如果把这边做修改之后的话 那他就不会有这些空白的部分出现 那同样的 我们以这一题当范例的话 请各位再开第五个单元 这边 第五个单元 检视与参照函书列席 那如果说 一把这边怎么样 这边的资料 把它做成下拉清单的话 放到这边 二的话 就是当我这个下拉清单 找到几号 自动帮我把它的 横向的右边的资料 放在纵向的下方 有没有 本来是姓名总销量 名次业有水准 横向 变成纵向的 把它带过来 当然方法很多 你可以用VILLE函数 可以用Index 可以用Index 其实也可以用VBA 那也许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你就多元的 不是只会VILLE函数 但如果是VILLE函数最简单 可以达到 也许你就用VILLE函数吧 那这个地方当然怎么做 一样嘛 这下拉清单 一 请你把这个范围 先用公式里面的名称 应该是从选举范围建立 把这个范围变成一个名称 叫编号 编号 里面有没有编号 有一个编号 哪个范围 这个范围 二的话 直接在这边做资料 资料验证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 清单 来源的话 按F3 跟他讲说在编号 按个确定 这样有没有下拉 有了 有没有 1到8号 但是现在你点任何一个号码 他都不会work 因为底下的东西还没写完 那我们要怎么做 然后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切一下 OK 所以下拉清单的部分 我觉得也蛮好用的 那以后的话当然蛮多地方 如果你要让人家很方便输入的话 其实也可以直接在Excel里面 做一些这种下拉清单 那如果要让他自动带出资料的话 方法很多 不外乎就是你可以用V盘数 最简单的 或者是说 如果不能用V的函数 那你可以用Index 用Indirect 或者其他的函数来完成 或者是VBA